2022年3月27日上午 常兆伦律师在台中律师公会 举办法创清派案 那些你不可不知的法庭博弈新书发表会 曾经担任法官 律师 检察官 国大代表 有30年法律经验的常兆伦律师 用自己实际的司法经验 有潜入身 融会贯通的方式 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终于完成法创清派案这本书 书中描述常兆伦律师 对司法界的期许跟反思 已站在第一线的立场 希望法官 检察官 律师 三方能够实践公平正义的原则 给普世社会带来最大的价值 司法的制度的改革很重要 但是并不绝对 真正能够提升我们社会大众 对于司法的形象的信心的 仍然是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 法官 检察官 律师 我们站在第一线 在个案上的正义的实践 常兆伦律师在新书发表会上表示 司法人员以合法 合情 合理的角度 发挥专业评断案情的是非缘由 决定当事人的诉讼结果 但是其实台湾司法制度 需要更多的沟通平台 让民众跟司法机关之间 能够更加透明公平 身为资深法律人的常兆伦 平常做人海派 正通人和 所以3月27号的新书发表会中 前台中县议长林敏林 台中市副市长令狐荣达 法治局长李善直 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卢永胜 时报出版董事长赵正明等地方人士 都到现场致辞肯定常兆伦律师的新书相当有看头 一般的法律书籍要么是专业的学术理论 要么是法律问题的分享 但是在这一本书蛮特别的 是常律师把他这二三十年的法律经验 案例全部写在书里面 所以不管是专业人士或一般民众 都非常适合阅读 这是台湾第一本法庭公访的实录书 那有亲身经验的律师跟法官的经验 然后把法庭的故事 然后用非常轻松 非常有文才的方式把它创作出来 常兆伦律师也强调 法理不外人情 面对司法案件的处理 应该重视呼应当事人内心的想法 这样判决是否公平 常兆伦律师希望透过法创清派案这本书 让一般民众跟司法单位有沟通桥梁 提供法界进行正确又通勤达理的价值判断 法创清派案是国内第一本法庭公访实录 目前已经在全台湾各大通路上架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购买阅读 长知识 增加人生智慧 记者肖又金肖炒权台中报导 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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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